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些偏南风带上来 所以呢太平洋高压没有直接影响到 沉阳气流不算是很明显 所以就会有一些 午后热对流发展起来的这个机会 那么预计明天的话 太平洋高压会逐渐往西面延伸 来到我们台湾的上空 到礼拜三之前 我们台湾都会是在高压的笼罩之下 会是比较勤朗闷热的天气 所以这个礼拜开始 礼拜一到礼拜三 午后热对流发展的情况 也会稍微比较净缓一些 但是山区还是有一些机会 那么接下来要特别剧烈 这边是有低压扰动 在逐渐的发展当中 那么尤其到礼拜四开始 太平洋高压逐渐往北台 可以看到菲律宾附近 可能会有些低压扰动 逐渐发展起来的机会 甚至整个低压的云系 整个低压范围会逐渐往北台 礼拜四开始 我们台湾附近也会有 原本的高压的影响 转成慢慢的由低压来影响为主导 所以整体来说 天气会就会变得比较不稳定一些 甚至可能会有这个 比较明显的午后的热对流 或是在一方面南部 中南部地区或是沿海 也会慢慢的有一些震雨出现 所以这个礼拜 天气是有一些变化了 最主要是在礼拜四开始之后 如果大家在礼拜四开始之后 有安排一些外活动的话 要记得这个礼拜要多关心天气了 我们来看一下 温度的话 大致上都还是维持 比较闷热的天气 只有礼拜四开始 这个温度水整云量 可能会稍微变度 会稍微的往下降一些 但是大致上来说 北部都还是有35到36度左右 低温有16到27度 南部的话也是比较闷热 天气低温大概都有27度 高温大概也都可以来到 32到34度左右 那么看一下下雨的部分 礼拜三之前 都是在山区 有一些局部零星的午后热对流 但是礼拜四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提醒过大家 原本高压主导的天气 会慢慢的转变前由低压来主导 所以礼拜四的话要特别注意 局部地区的话 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出现 尤其这个是午后热对流 在山区要特别留意 甚至在我们的东半部地区 可能也会有局部 我们慢慢有一些雨出现 所以在礼拜四开始之后 天气的变数就会比较大一些了 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各地天气 但至少都还算稳定 局部地区谈谈高雄 跟我们的台东 可能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明天各地天气也都是相当的 其他稳定只有山区会有局部的午后热对流 另外特别注意 就是我们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温度稍微比较高一点 可以来到35到36度 来看一下最后的一些天气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太平洋高压 从礼拜一开始会逐渐的增强 往西边延伸来到我们台湾的上空 那么也因为这样子 雷震雨会稍微的趋缓一些 但是还是要特别注意 天气是比较高温闷热的 那么这个礼拜的话 要特别注意就是南海的 这个低压扰动发展的情形 那么整个这个高压的影响 礼拜四会逐渐北台 礼拜四开始之后 那么台湾可能慢慢的会有低压 来主要特别注意整个天气